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的愿望祈求 绝对不是你个人的能力所能及 我们需要佛菩萨的加持 可是你要知道 佛菩萨不是甲霸营营 没事做等你打电话求救 他不是112而是119的值班人员 他在他的法界里 清净无为 那我们的愿望 要怎么兑现呢 是他周边的 这些勇猛的行者 这些勇猛的行者啊 我们把它划分为12大类 也就是12要差神将 这12要差神将的名称啊 你不要认为只有一个人 你不要认为只有一个人 他就像我们讲12行业的 这个李宗盛的 这个李宗会的会长 他下面有很多 这个虾宾蟹酱 有很多的布酱 他就看你的用功 他就看你的用功情况 你的用功 只是啊 上班打卡 下班打卡 下班打卡 那他也会派个二统兵 每天去寻回一次 看你有没有打卡 假如你是个精进的行者 那他最少 会派一个班 去围绕你身边 假如你是一个非常勇猛 各方面法门都在进行 法门的各方面都在进行 不是虚应故事的 那他可能就派一个连队 驻扎在你身边 他也煮饭 也盖房子 你有什么事 顺带不差你一口饭 那你要是真的 能够行大菩萨道 那他就亲自带兵来了 就像宪兵总司令来 正位你一样 所以你要怎么相应 那就看你怎么定位 你要定位一个 行楼兵来 那他就行楼兵来 不是你要求他什么没有用 是你做了什么 你怎么做的 在这个过程里 就刚才跟你讲的两个 要领 第一个不要吓回来 不要不敢做 做了以后啊 你有很多状况会产生 这些状况包括你排毒 包括你有各种状况的反应 会产生 不要怕 第二个 你不要自作聪明 自己想说 我来看一看 效果怎么样 你要看 效果你就看不到 你只要完全投入 好好修法 带着移情 好好摸索 自己好好地去思考 明明就讲 念佛一生 佛真无量 我念了半天 烦恼增加 佛根本就没有增 只增加 无量无边的烦恼 这是怎么搞的 那可能你念错了 不是讲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一直念就好吗 那你哪里错了 你要 还求诸己 你要 克己 复礼 像自己讲 我有没有符合标准 我在念佛的时候 我有没有专心 我在念佛的时候 有没有关怀到别人 我想这是重点 你是不是很自私的 只为了你自己 你有没有带着大众 尤其你的家人 如何圆满你的 三世间 这个才叫真精进 所以你在精进的时候 你精进对吗 要怎么改进 就要你自己来 克己 复礼 缓求 诸己 这个就是摸索 你能够这样摸索 你一定会得到 这些要猜神将的协助 你要久久来一次 我看 要是我当要猜神将的话 我会看 这个人 功课做了一整年 没有两句相应的 就像那老菩萨死到圆罗王去 他说他念佛六十年 圆罗王叫文判官算一下 你念佛 总共念一声 他说我念六十年 怎么念一声 他六十年都没念 心不在 有一声是真的 那一声是怎么算真的 因为打雷的时候 他吓一跳 他就叫了阿弥陀佛 那一声是真的 其他六十年都白念了 你是真的用心 用到点上吗 这个是你移情 要一直自己 检验自己的地方 课级 护理 缓球 租级 你不要 像上班一样 打卡就结束了 那个不算 所以你做的功课 到底含金量有多少 是很重要的 所以你要想祈求 让要塞神将来帮助你 让你的愿都圆满达成的话 那你就要在这个时候 好好的 不但要求 自己要努力的 把你的杂质 杂染杂讯 给清除掉 我们开始 我们开始 我开始 你 вид待 我们开始 做的东西 谢谢大家